第22题,黑盒子在水中发出深坡时 坡的前进方向和海水的振动方向互相平行 可推测黑盒子在水中发出的深坡为哪一种坡 那么这个深坡是要靠着介质传播 在这个题目里面是接着海水传播 所以它是一个力学坡并不是非力学坡 所以它当然也不是电池坡 而坡的前进方向跟介质的运动方向 如果是互相平行的 我们称之为重坡 所以按照题目所说的 我们的坡的前进方向跟海水传播方向互相平行 我们就知道这个深坡应该是重坡 第22题问我们说 可推测黑盒子在水中发出的深坡为哪一种坡 我们答案选的是C,重坡